台湾的两个条约 一个就是马关条约 第二个是旧金商条约 马关条约说台湾永远各让给日本 旧金商和平条约说什么 台湾的一切情力都交由美国人 变成了台湾成了美国的利益 所以23条很明确的告诉全世界说 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利坚合作的国 我们想说这个不争 没有什么好争 那其实非常简单的办理 旧金商和平条约提到中国 只有两个提到中国而已 也就是说原来是中国被日本那时候 占领的部分还给你们 那因为中国是什么 战胜国贸部 中国是战板 它是被拯救的一个区域 被这个利益墙拯救的区域 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打台湾 他们并没有能力打台湾的帝国 所以你蒋经国你不是总统爷 不是你要向外国宣战 一个部长就可以宣战了吗 一个院长就可以宣战了吗 一定是要总统对不对 所以蒋介石有没有资格跟日本宣战 没有资格 既然中国没有跟日本宣战 怎么会有中日战争呢 没有的是为什么在我们历史里面就出现了 还有还骗说共产党说 宣战日本战争14年 中国国民党说8年 都是骗局 好 来这个很重要 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以日本国民财产 处分的有效性 哪些的有效性是第二条里面提到的跟第三条里面提到的 第二条里面提到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台湾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 中国党一切的权利 一直强 这里强调的是权力 不是主权 注意 一直强调的是权力 也就是这个并有一个好处 我有投资了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现金流很强 每个人也都会赚钱给我 这个权力我移转给谁 那个权力被谁的 是我移转给他的那个人 OK 这没有提到主权了 OK 好再回头看 这边提到日本承认 这个是关键 我的房子或是你的房子 我的房子 如果 我的房子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我的儿子可以帮我卖吗 可不可以 我的爸爸可以帮我卖吗 我的兄弟可以帮我卖吗 可不可以 我不同意我不承认的话 请问这个买卖会成交吗 不会 对不对 好 所以日本承认 发生了关键 这个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是台湾人看不到 什么叫做日本承认 如果日本不承认 这个人应该努力有用 不效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 第一条 就金商努力条约的第一条 承认日本的主权 第二条 第二条跟第三条 说在确认台日本有哪些主权 承认日本的主权 来 有没有 联盟国就是签署的这些国家 承认日本以领海之日本国民之完全主权 第一条和平的部分已经显得很清楚 什么是日本主权在就金商会员的第二条 明定的把它确认出来了 反正这个是第二条 有没有 如果台湾要独立很简单 我刚刚讲嘛 天王被台湾人灭掉的话 对不对 就像这样一样 日本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就简单 所以显然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啊 有没有 显然台湾没有独立的问题 所以台湾被存在的方式 跟冀州岛 玉林岛 金武岛 所以最近最新的新闻 日本要跟韓国要把主岛要回来 其实不只是主岛 连冀州岛 玉林岛 金武岛 都要还给日本地 不是只有主岛喔 好台湾的部分也是台湾澎湖 台湾澎湖是分开的 然后千岛就是北方四岛 枯叶岛就是南华太岛 那边很多天然气跟石油 一切权利 权利民以要求 现在现在那个 俄罗斯并没有跟日本签条约喔 只要占领州是美国 所以只有美国有权利喔 俄罗斯今天普帝说 我不想跑不想 他说我先还你 还你两个岛 安倍的律师跑去日本律师长说 欸 可以这样子吗 不行 不准不能同意他们这个 四个岛通通一个岛 他们一定要跑回来 一定会跑的 好 除了这边还有什么 什么很多很多的权利 像这个联合国那边的 国际联盟的统治一切权利 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南极的 一切权利 权利民以要求 都是权利的部分 日本政府放弃南杀群 以西杀群的一切权利 有一次啊 美国的这个 侦测体不是被那个鱼鱼扔起来吗 被美国 当着美国人的面前 那个人就把他拿走 那川普找到最直接 偷欠 有人说偷欠 太轻了 强大 我来说 中国就马上回复说 我们很快会还给你 不用了 送给你 对 你要拿去 你们是偷欠的行为 我感到不起 这个川普利亚是大大的高手 台湾专家 有没有 第三条是 有关 有琉球群党跟 冲绳群党那边 有没有 这边注意看喔 马一九个的 出来的麻烦 他叫台湾的移民到冲之鸟党 来 原文喔 请注意看这里的原文喔 他是讲 哀人喔 不是教我 还要争什么台湾人 绝刑吧 移民绝刑吧 人家叫你不要去 你就不要去 你要被人家打成 因为你强盗的行为啊 对不对 没错 所以 我奉献台湾的移民 千万不要再以身是法 日本 如果真的要来议的话 不是你能够吃这个 中法民不政府 不会负责 对不对 卖赔 这些诈骗警察 我真的只会 你去你去 结果自己抖到后面 不是 那个136你们赔嘛 政府来出钱嘛 我政府怎么可以出钱 对不对 所有这些继续变 台湾的甘愿 那没办 我就常常讲 40岁以上的不要救了 没有很救了 我讲一遍 听不懂讲两遍 我们现在很 就是很低调的 很谦卑的跟你讲 讲三遍讲四遍 五遍六遍 我常常跟同学的妈妈讲 他跟他的儿子怎么讲就是讲不通 他跟他的儿子怎么讲就是讲不通 他的女儿怎么讲就是讲不通 我说你要用最大的包容来包容 你的小孩子的这样的行为 他们不倒罪他们这样 就跟我讲五遍十遍 我真的有这个十遍讲还是讲不听 没关系啦 我就跟他们安慰说 没关系啦 就当做40岁以上的台湾人算没救了 因为不好讲 反正我们有尽道告知的责任 做宣传的责任就好了 好 领土被占领的人民 以及国际公园尚待 要被尚待 因为我们的祖国被人家打败了 我们这个台湾因为僑约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被占领的地区 1945年9月2日 就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的第一号 将蒋介石的军队 下令蒋介石要将他的军队 陈宇就带了军队到了台湾 台湾人那时候还不知道 祖国以为把他当做祖国来看待 结果一看 穿了一些整齐服装的这些台湾人 在码头前面两排迎接去发现 一下船看到 拿着过往瓢盆的中国军队来到基隆港 穿着内衣 穿着黄埔大内衣就下来了 这个怎么跟我们日本帝国祖国 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就开始后悔了 隔一年就发生了228事件 因为那时候台湾有20万的留学生 刚刚的董国际 国际间的这些是一个法律 一些陆续规则 就开始跟美国讲说 我们不要中国人来统治台湾人 后来他们做了一些调查说 台湾的希望还是日本来统治台湾 要不然差一点就拿了美国来自己统治 最后 中国是完全不要打叉 给拜法美国说 我就是要怎么样 因为蒋送美女的魅力比较够 没办法 拜在那个 这个 蒋军是在太太身上 真的是 没办法 来 一级国际条约 上代被占领的人民 这个已经有174个国家认可 重点在这里 所以我一直 每个礼拜我都强调蔡英文 日美瓦公约被侵害食药史 成为严重的罪行 上个月 他的国防部长马上就讲 107年出生的小孩子不能当兵 你在当兵身上看 为什么你已经危害 已经侵犯到了国际公约 也就是说当事人 国防部长也好 那个彭世宽也好 或者是蔡英文也好 你们就要面临 有往前 因求 沉水边 管你是怎么产生的 或者是你是怎么人 反正你这件事情 你继续给他办下去 你到了90岁 我大概给你灌20年 灌到死人之后 一样这是严重的 刑事罪行 所以如果说 蔡女士 如果你 你想被观点的关系 你继续征兵 因为台湾人一定会算你这笔 这笔账 你要算到 你的身上 好 有没有 这里有了 有没有 第51条 不能征兵不能募弊 写的清清楚楚在乎 占领全国 占领国是 中华美国代理的美国 这个主要占领全国 来去执行 对台湾的占领 你就是一个军事占领 你怎么可以 在这个地方来 让台湾人去争病 还反攻大陆 美国人很清楚 蒋介石真的想要反攻大陆 有三次的机会 他们也知道 他们也公开承认在媒体里面 没有播放 说蒋介石想要反攻大陆 拿了台湾人的身边去反攻大陆 告诉各位 台湾当初 当时二战的时候 他的效忠的印象是谁 是日本天皇 怎么转过来 变成你占领人家的土地之后 你就叫当地的人为你效忠 这是违反国际战争法 军人的行为是效忠的行为 所以这是违反 所以蒋介石怎么办呢 这个已经挂掉了 是不是子孙可以继续 把他算在他子孙 或者是赔钱嘛 就这样而已啦 就怎么这样啊 那美国人怎么处理 美国人自己搞的 你们自己要想办法解决 对 真的真的事实是这样 因为拖拖 其实美国也不是 其实美国要解决台湾目的 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出了 1979年 台湾关西法 美国要跟中国建交的时候 美国就开始要处理台湾的目的 那偏偏要解决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就碰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 911事件 美国又跑去东东 美国在中东花了五兆美金 你自己算是多少钱 赔死你的石油都不够卖了 你知道吗 我帮你西里亚 我姐姐你西里亚被我美国有什么好处 我今天一帮忙打仗的时候 结果你送我们美国人 寄予他们的石油 美国人就说我们有业严有 我会什么样的事 美国说我南海有一堆油可以裁 我为什么要有 刚刚讲的第六团嘛 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石油矿 都是美国的权利啊 我这里有我干嘛要我们中东的去 而且我花五兆美金在哪 我买了 对不对 五兆美金是多少台币 150兆台币等于中华民国75年 那个年度预算 所以 所以 美国会不可能再那么笨 那911世界没办法想 不出去 一定要打 就打了 花太多钱了 好了 钱花了 之后 经济 把美国的经济搞垮了 所以美国现在碰到了这个川普说 美国之上 美国主义 所以 其实到了2006年就转进 重返亚太在 美国的整个政策 外交政策 整个经济政策 就往亚洲这个地方靠回来 那 也碰 在美国 在处理中东的事件的时候 中国在那个时候 脱脱撞去 所以中国利用美国的 中国的运行 对不对 就赚了一堆钱 发现美国一看 回头一看 阿妙 为什么有人拿 拿那个什么 拿大外七四米 要捅你的背后 想要自己做法子 美国发现 不行 开玩笑 我要重返亚太在这边 所以这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台湾很辛苦 就太久了 真的是 71年真的太久了 我请问什么叫战时 10 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不对 战时对不对 我们的战时是71年 要活一次 要活一次 有的人活不到71岁去挂掉 对不对 这个不公平 不公平 美国人拜托一下 赶快 川普当小 应该很快 因为国防授權管就通过了 所以 有没有人家讲说 这一次 他的那个叫军政府 军政府 军政府 军政府就是 台湾 这边有没有人叫做 USMG 军政府 台湾民政府 TCD的上面就是USMG 因为台湾还是在军事占领的状态 很简单的是由军事政府来做管理 对 好 有没有 再来 我们的姓氏 改变姓氏 你变儿童 辨认其父母是东西 你刚刚给我改成神 我不知道从哪里之类 追到中国去 这个违反了 违反了 这个我们要算 这一笔战要算 中国人 中华民国你不要逃 你们的财产全部要冻结 要求每个冲冲冻结 要败 要败 改变国籍 2009年高院判决 台湾是无国籍的状态 人家法院都叛复国籍 台湾处在政治列异当中 就这样 参与政党 亦不得使其参加隶属该国籍 各种组织 民进党这些台湾人 不应该参加 他们参加 这个叫做什么 堕落的台湾人 为了政治利益 在那边 共同跟这个流氓政府 来欺骗台湾人 不应该 这个是不应该 我很用力的叫不应该 参与政党 是不应该 台湾人不能参与政党 也不能参与投票 好 好 再来 朝鲜与台湾的组织不同 所以我们讲过 台湾不能独立 也没有同意的问题 也没有独立的问题 如果台湾独立了 不用那么辛苦 不用一天到晚去联合 我那边喊台湾独立 台湾独立 不需要 只要符合国际法律 因为台湾是日本领土 永远不可分割的一个力度 你如果真的是要 台湾要独立 只要两个国家同意就好 第一个美国电视频 如果大家真的要让台湾独立 你没有这两个同意 想都不用想 因为你的武力大过他们 这两个国家都起来打台湾 是跟捏碎蚂蚁丝一样 对不对 这个叫笑话 所以台湾的处置跟他们的处置 不一样 这个我们到高级班的时候 我们再讲 独立位置 当真 来 重返亚太 军事在平衡 重返亚太 军事在平衡 这个就是美国的 即将要进入台湾的政策 来 除美金以外 因尽数自日本领土撤出 有没有 照理讲 这个撤入起步的 在台湾漂流 必要是违法国际法律 为什么 你 究竟上何比调业 调业是指究竟上何比调业 所有联盟国占米军 蒋介石派他的陈底部队 台湾执行占联益 后来 1949年就流亡到台湾 就一堆来到台湾 占领军 就是指蒋介石的军队 应该在日 90天内 除了等射出 台湾哪还是就等台湾呢 对不对 结果 调业生效90天后 发现 蒋介石的军队 还在台湾 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1952年4月28日的效 在旧金山和平的小 和平调业生效的效 中华民国跟日本签了一个双边条约 叫做台北条约 结果台北条约在1972年被日本废止了 因为美国跟日本认为 台湾不应该被共产中国所统治 台湾不能实行共产体制 所以美国 其实我觉得美国其实也很急很担心 台湾已经有第五众队 共产势力侵入了台湾 做共产势力可以随随随随来台湾 大概用民间的身份来到台湾 去搞里面颠覆整个台湾地位 整个台湾的整个生活安全的这些事情 所以匪爹就在你身边注意一下 共产党就在你的旁边 整个处理 可是到了1972年因为中华民国 就是应该也不能讲中华民国 讲蒋介石这个联合国的席位 被联合国2758号 那个逸杰就踢出去了 不是不是 哈贼不良品 退出联合没有那么好听 被踢出去的不是被 退出那个退出的 那时候1972年日本我也就终止了 就结束了台北 那那个台北条约 这样台湾的条约已经没有失效了 照理讲车轮起去不能在台湾出去 也就是不能再有从中华民国的军队 结果还继续 那美国你要负责啊 对不对 人家是带枪带刀的 你不要说像那个58一样 共产势力借入卡什厨 带了 就从俄罗斯那边取得了很多的 这些武装部队 然后去对抗民政 结果导致美国囚子的这些民政 政权就被一转了 美国最好就直接来这边驻军了 你的军政府直接来抵抗这些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人 这些人很糟糕的话 你们要马上克制 来 从来一点 可以知道在这个 这个台湾的状况很危险 你们注意看 这一些入军的将领 全部跑到中国了 跑去中国效忠了 跑去中国跟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从这里就很明显 太明显了 也就是军中的将领 就是他的学弟吗 现在的先任的 对不对 给他们一些钱 给他们一些好处 那些将领就可以反怕 中国人不能信 因为他们都会出卖自己的 对不对 台湾人也被他们 71年的那种教育之后 也一样 学会了中国人的坏习惯 所以这个美国人 恐怕台湾目前的 中华民国军队不能信 所以你们想到 为什么每次我们花很贵的钱 去买二手的武器 也也在这里 如果今天美国要卖一点F-34 我们应该去跑到中国去了 我相信 你相信 台湾之白 这个不用考虑 因为什么 里面太多内力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 美国直接军队就来到台湾驻军 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否则的话 你一来 在目前台湾训练的这群人 我都不太相信 我台湾人 不太相信那些军队 早就被 有什么样的私利介入之后 什么时候 在对的时间 把你出卖掉 都不知道 所以美国人就要小心了 所以美国人也 理解了这一点 所以好啊 既然台湾目前的军队不能信 我们就自己来了 就这样 台湾民政务以华府起诉 美国与中华民国 现在就进入到高院的阶段 第13年份做便利之后呢 将会有一些精彩的判决 当然以初审法院 所成立给高院的这些 二审法院的这些 这些资料是对台湾民政务有利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这个组织还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关系法 恢复旧金山和平条约 台湾关系法不是台湾人要 不是为了台湾人 台湾人是这个 旧金山和平条约 他只要按照 那个就好了 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 在去年就全世界宣称说 美国要进行对台湾的法定义务就是这个 法定义务就是这个 这是法例啊 美国法律 美国的法院美国的国会都要遵守 美国的行政部门都要遵守 法律 对 但关系法怎么可以高过 究竟上和平条约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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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各位 参众两院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律案 那个叫做什么 最高法律 喔 台湾关系法近40年来 将近40年来 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 连一个斗点都没有改过 表示美国人 连美国国会都不敢碰这个问题 不能改不能修改 再来 后来有雷根的六个保证 这个六个保证 那个是增加 进步到台湾关系法里面 所以这个几十年当中 美国的政府奉行 对台湾都是依据台湾关系法 一到了川普就任之后 是不是川普就任才有的 我不认为是 如果今天他实际上的当行也是一样的 这个总统还是要执行 对台湾的法律 一样 只是可能他们的力度跟速度跟效率 不会有一些差别性 但是他们走的路一定是会一样 一定是会一样的 有没有 这个台湾关系法 因为在台湾关系法 那时候美国要跟中国建交 那是因为冷战时期 未来解决苏联的问题 那美国不得不要跟中国建交 来去抵抗俄罗斯司 共产生苏联的俄罗斯司令 那那个时候 中华民国跟美国有签的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中美共同防疫条约 就符合旧金商可业第六条的规定 有一个多边协定 所以让涨战时的军队 即使继续在台湾 在那边继续骗台湾人的纳税金 这个很不客气的讲 台湾人不需要缴这些钱 你中华民国你要跟美国金售 那是你交的事 那台湾人的纳税金干嘛呢 这个是不是要跟你算一笔 对不对 讲清楚 用不讲清楚 好 这边第一条 美国和台湾统治当局的关系 请注意看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一条 美国总统已宗旨 美国和台湾统治当局 夸腹才是中华民国 夸腹才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美国认定的台湾统治当局 台湾统治当局是指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并不是台湾政府 差异国的政府不是台湾政府 日本说按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早在以前要签这个交流协会的时候 日本就主张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不是蔡英文来的喔 所以我才要跟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好反过来想 日本那么大港 敢直接这样写吗 不会 一定是背后有 美国老大都说 处理你就按照你 他们在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各位台湾以前就叫日本台湾了 这有什么不对吗 对不对 那你蔡英文政权高兴什么 你真以为是你吗 是日本 早在很早40年以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而是那个时候蒋介石不同意 因为日本不同意日华 因为日本不同意日华 也不同意日中 说话来改成台北 有没有 还有一个喔 美国承认 刚刚是日本承认嘛 究竟上合并条件 第四条是日本承认 对不对 这边是美国承认 欸 美国怎么时候对台湾有 有权利啊 因为如果美国不承认 中华民国是台湾统治当局吗 不会是 对不对 所以 中华民国成为台湾的统治当局 必须要美国而不是跟日本 因为台湾是日本台湾 刚刚讲日本台湾嘛 为什么就不是日本台湾 在旧经商合并条件 第四条的B 就明无规定 日本承认美国军政府 有没有 刚刚我帮你看看 美国军事政府有一省军 对台湾的 人民跟财产的处分的有效性 所以美国就把这个权利 利用到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契约就是说 美国承认台湾统治当局 叫中华民国 所以我再承认一次 中华民国不是台湾政府 他不能再讲台湾政府 现在他们只讲我国 我国 我国是哪一个国家 对 有没有 国际间都是 中国当局 他不承认台湾是 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 中国 有没有 不承认台湾是国家 台中国当即出现了十二词 有没有 The 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有没有 经济出处 这个是在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 有没有 Astorities 有没有 ROC 中华民国 这个不争的事实 有种 蔡英文拿出来讲这个 拿到新闻讲看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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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要有一个 比较有一贯的 比较有逻辑性的 他才会听得到 有没有 台湾不是被承认的国家 有没有 无国籍 有马上就有人跟你搭脸啊 有没有 我跟小北那边跑进冰岛 结果 结果人家给他 给他无国籍有没有 他说我不要当中国了 我也不是中国了 我是台湾人 所以麻烦 可以 可以请这个政府 发一个台湾人的那个 证明给我吗 那冰岛说 你既然也不想当中国了 那就可以无国籍 就符合什么 2009年 美国高院的判决 台湾人无国籍 他说我要当台湾人 他说好 台湾人就是无国籍嘛 其实 国际坚持是这样 所以跟大家讲 加拿大 那时候要跟中国 建交的时候 有两年的时间 两个国家一直在谈判 最主要有一个原因 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就是 加拿大坚持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最后 中国就让人 为了要跟你建交就知道 中国会不知道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当然知道 那个是一个欺骗的手法 后来中国发现 要跟国民党合作 可能可以把台湾吞掉 我说他错了 在美国人的眼前 千万不要干这种傻事 台湾不是被承认的国家 要不然你就当中国人了 有没有 他说好高兴喔 我无国籍至少 我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 那个美女这样讲 我好高兴喔 我现在 我是无国籍至少 胜过当中国人了 台湾人 台湾虽然托证的一个 最近发生很多事情 但台湾人看不懂 我帮大家解析一下 最近不是有发生这个案子吗 有没有 有一个案子 这个是什么 诶 那个 那个就是什么 热 热 热的不是 那个照风金控 有没有 洗钱的事情 这里有谁喔 台湾关系法小的 解决司法律喔 如意到台湾人民安全 或社会经济制度 遭受到危险 美国最逃逸的时间 这个会影响台湾的经济制度 美 国 美 国 有没有 严重关系 有没有 他听说 任何企图以和平非和平的方式来决定台湾全部自己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两个中国人如果你们要和平相处 我们美国会请双手来掌声鼓励 来欢迎你们 但是如果你以非和平的方式 包括什么 经济的抵制禁定手段 将视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危险和 为美国所严重关系 所以美国只是在依法处理 中国想要通斥亚洲 门都没有 你都不按照国际间的游戏规则再玩通过 你会有麻烦的过 所以美国在法律里面他根本就不怕 有没有 这里有一道 只要美台那个美国的军事当局 只要认为在西太平洋产生了这样的事情 中国因为自己的经济壮大之后 想要改变中那个假装地区的经济的游戏规则 美国会严重关切要介入 然后呢就发生这件事情 台湾的防卫需要的判断 遵照程序来决定 提供上述防卫部自己服务的种类的数量 对台湾防卫需要判断 应包括美国军事当局 向总统国会提供检讨 如遇到台湾人民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遭受 而危及美国利益的时候 应计数通知国会 总统和国会将依宪法程序 决定美国应付上述危险 采取的市场行动 所以在 就在最近 在欧巴马卸任之前 美国通过了国防授权法 授权法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 通过了6190亿美元 美国国防部应该要制定 一个台湾高级官员和美国军官间的交流计划 加深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所以北京要来台湾就这样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我们通过了 我们已经有法源依据了 所以美国的军队来到台湾有法源依据了 以前没有立法以前那么不敢进来 所以要求美国在国防处理部长以上的人都不能来台湾 因为那是可以代表政府 但是现在可以 所以美国是我们来到台湾 也不必跟中国讲 也不必跟中国跟台湾的当局讲 我要来就来 对不对 好这里讲得很清楚 好 有哪些计划 交流计划定义为台北军事官员间活动 其中包含七个领域 威胁分析军事原则 各种部队计划 获勤支持 情报搜集和分析 军事操作策略 军事技术和北军 就全部了 对 对 重要的部分 导弹部队 来来来来 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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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由我们美军来控制 一些情报 像雷达的 征收的一些 一些资讯 我告诉你 你在出口 就是 就是绝对的控制 从以前远端控制到现在是直接控制 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地方了 有 美国就是这样 有钱就好办事 有钱就好办事 有没有 有一个国家 跳跳 坚决防队 刚刚这边讲得很清楚 来来来来 这个 祝冲审美军改派台湾 美国不国情 波顿提起 一中的上海公报 过时了 有没有 上海公报事情是15年4 该立刻重新审视 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 其实应该不叫一个原则 它的史跟那个principal不一样 有没有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为 中美关系正常化 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谈 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活动 中国坚持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警察 认识到 我知道 不承认 好 金飞行业 制定符合2017年的策略 对于川普说 一个中国原则 可以写上 这个不叫原则 他们故意写 又写错 川普怎么可能会讲 一个中国原则 他讲一中政策 这边写错了 真的台湾媒体很可能 也是不讲真话 从上面乱到下 真的很糟糕 协商并非 华府给北京拿 假装好声好气的要求外 国政府直指之后 重新定义来自我马族 长期以来美国 并未屈服的中国 波顿说 当年上海公报中 美国认识到海峡两岸 中国人都认为 只有一个中国 知道有没有 美国人终于讲真话了 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都只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记起来 两岸两岸 就是两岸中国人 现在的台湾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是 这个 这个治理当局叫什么 中华民国 所以他们讲说 台湾台湾 他指的是中华民国 所以两岸的中国人的事情 跟台湾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你们要一个中国 那是你家的事 我们也不会多说什么话 好 台湾关系法优先 扩大台美军事合作 又在骗 这个翻译真的还没有问题 波顿认为 美国可扩大对台军售 甚至重新派美军 驻台 以此强化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努力 美国在东亚有太多军事努力 光是南台 光是钓鱼台 那个取之不解的利益 美国可以扩大对台湾的互动 如果不需要另外恰恰性的协议协议 当然不用 如果我的权力干嘛要跟你协议什么 我跟中国谈什么 不用啊 两岸的中国人 没资格跟美国谈这个东西 是我收留你 总不能说 我收留了难民 结果这个难民说 对我要当总统 可以吗 可以这样 我来管你们这些 原来的人 难民跑过来就管 台湾就是这样的悲惨 台湾人很奇怪 你已经被难民管了 你还在那边津津乐道 对不对 台湾人很悲惨 日本都没有那么悲惨 日本人都没有那么悲惨 台湾人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压力 也就是台湾这个皇民 日本天皇皇民 结果 我们这皇民被难民管 我们是不是要改一下 要提升一下 可以啊 需要 好 解决出热美军的争议 取代美非军事同胞驻军台湾 真的是要感谢杜特帝 你的傲慢是台湾的机会 我常常讲这个话 不过他是把部分的 他驻派日本冲绳美金 转制台湾 可以同时到 达到美军固所 东亚势力的目标 有没有 冲绳美金有两万五千人 全部来台湾 臭臭有缘 五万也可以 台湾 台湾 所有的GDK 美国也没有 没关系 把中国的军队全部赶走 然后 要不然就是把它结束掉 因为人家打到哪里去 打到别人的导人进来不关你们 感到中国 中国说 阿娘这个开什么玩笑 所以 有没有 第二个 菲律宾总统固特帝 使得美菲之间的精神合作 在和疫情的未来 没有太大的发展过来 台湾则似乎可以取代 这个 刚好北边不要 南边也不要 通通来吧 台湾有说 来来来来 通通过来 所以 有一天 美国航空母舰提高雄港的时候 不要意外 美国的国防部长提示 来到台湾的时候 绝对不是找 找中华民国 是找台湾民政府 因为 他们可以 那是我们的对口 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AIT 国务院的事情 这不是 不是国防部的事情 好 好 防止单方面 併吞领土是美国在东亚 跟东南亚第一个高兴 那些领土被併吞 第一个就是台湾 中国共产事理 是要用台湾 第二个就是南海跟西沙 南沙跟西沙的这些岛 是美国的领土 所以 不可能 美国不可能 让 这个时候来讲 好 有没有 这就是马提斯 注意看 这是副总统 这是马提斯 注意看 来台湾的时候 要记起来 就是他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影片 我们要看影片 有没有 马提斯 叫肖道 猛狗 世心上将 有没有 人家有说 金 金 金市政府 喔 的言力也是在这里啦 okokok 好 来 首先我们来先看那个 高精速煤 1-2 1-2 全部都是煤劲 好 播放 院长 2004年 2004年 我们对美 采购了UHF长城狱警的雷达 原来天天的预算不够 再追加 我们总共花了多少 410亿台币 雷达的基地 在哪里呢 在新竹县的武风乡 跟苗栗的太一乡 我的家乡的交界处的泰雅族的传统领域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热山通军基地 钱是我们出的 但整个雷达基地从建造到管理使用 全部都是美军 而且只适用美国法律喔 也就是说院长您跟我要进去 抱歉进不了 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 虽然全部由美军管理使用 可是您知道吗 我们每年还要付7亿的管理费用给美国 这种军工叫做尚全辅国 尚全辅国 一字三 这个雷达资讯 他们说台湾人花了400多亿台币 这个三分之地 结果资讯全部给美国了 来看美国怎么 新竹热山的主导领导 竟然到了美国下游三的北买工作指定部 但现在我们今天查到了 在我们姚明山的领导 竟然到了马里兰州 是美国NSA 也是他们CIA的总部里面 而不讲的都知道说 原来台湾真的这么重要 当中国要找到一条最新的节路 进的时候 从台湾前面过去 美国要叮死中国的时候 也从台湾 也是在做出台湾 所以他在我们热山的普早连达 结果呢美国人在操作 美国人在管理 而手上所有资讯呢 通通的向美国去 就是夏洋山的那个末日的地方 建造 管理 维修 甚至现在包困 都是美国人在买 都是给他们 但是不止是如此 然后在2002年开始呢 假如说 帮我们建立一个 亚服劉山的一个侦测弹 然后30公尺 然后有这样一个雷达弹 就一大堆 独子湖那边 最后发现说 原来承包的公司呢 还是美国的公司 你说像2002年盖的这些新的雷达 都是美国人盖的 而且还告诉你这件事情 这个公司呢 其实就是国家安全系 NASA的门面公司 所以也是 NASA也是直接给到了 美国国家安全系 是美国国家安全系 保保在小米山盖这个雷达 而且不止如此 一样的 所有的资料呢 台湾如果六到七日 我们就会重要的分给你 所有的资料是收了以后 直接到美国 美国觉得跟你台湾有关系的 再赏一点点 给了我们 还不止是如此 我还知道说 现在还有第三个 也是美国CIA的一个总部 全世界最好指的就是 内国的AIT 它的一个大使馆 AIT大使馆 它是全世界 美国盖在外面 最贵的使馆 62.8亿的新台币 比在北京的还要贵 比在那个伦敦的 有个孤城河的 还要贵 然后结果呢 其他的地方 都有当地的工人 是 然后一起去处理 前也都没有一个花过 62.8亿 而且最可恶 奇怪的是 盖这个大使馆的时候 我会想跟我围起来 所有的水梨 钢筋 没有一个功能 是台湾的 水梨钢筋 全部美国空运来台 台湾都是美国空运来台 全部是美国盖好 所以大家也想说 这个可能是CIA的 在台湾也是设一个建议站 而这个建议站呢 所有的资讯 还是直接任到CIA总部 来 我们再看342 什么是最强大最厉害的第五代战机 也是隐形战机 好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以后也会来台湾 不期待他 好 他利害在哪里 停 没有 没有没有 不在你停 我叫他停 我不在你停 停 停 这个还是飞机吗 第一次专家说这个飞机 叫做不正常 真的飞机有没有 他可以这样子 已经进入到吃素的状态 是 真的非常可适应 来 我们来再看F35 F35 F35 垂直直降 2-6 F35 其实台湾也可以 台湾 有了这个 那个更强 你看 垂直直降 垂直直降 他停在那个 美国的突击舰 突击舰 航空母舰 这个是航空母舰 都已经架设 美国的华盛顿号 航空母舰 已经部署了F35 很快也会到亚洲来 因为那个 华盛顿号 ZDN-73 是 那个 第七舰队的 那个 母舰 那个母港 没这些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手 没有 眼纜 龍跑起降 有沒有 自通在那個地方 它未來是一個很好的飛機 因為這個 現在已經在聯合基地也是海軍陸戰隊的 M35B 進來作戰 到了海域比較小的地方很適合 尤其在台灣海峽很適合飛機 那如果要突穿中國這個眾生很深的國家 這個M35B就很有用 因為它可以變成 取代2K的一個地位 來自空盤旋 然後自空做空中的平台 來去指揮F16跟F18 這一些手帕機 專門在戰狗的飛機 尤其是F18是轟炸機 轟炸機 來我們再看一個 台灣有什麼 最新的就是F16V71 有試駕已經改裝完成了 F16V 這些F16V 它有一個被彈叫做AIM-9X 這個是炸彈 丟炸彈 尤其它這個雷達 它可以在120公里 就可以看得到敵人 可是中國的飛機 只能50公里看得到它 這個蘇凱30 蘇凱20機器都還沒到 除了蘇凱35 不行的 那蘇凱30就要依賴 你看那個F35跟F22 你看 它的那個AIM-9 是比較 比較最新的技術 你看 會轉彎的飛彈 有沒有 假設這個是碰到了敵軍有沒有 它想要跑到你後面 它的飛彈會 射了就跑了 就把它打下來 有沒有 會轉彎的導彈 有沒有 以前是對準 它不用發射出驅逐子軍 跑了 有沒有 有沒有 F15啊 F16都可以 F18都有 好 我們最後再看那個 宙斯頓指揮艦 美國 的驅逐艦 這個 傳說中的這個 軍艦中的 敵一擋擺的那個 它一艘都變九十幾 它有更新的 像這個 最新的那個 驅逐艦 一萬多噸 它再彈力 比這個更大 可是太貴了 那這個是 目前美國有幾十艘 然後 六七十艘 這種 神盾子的驅逐艦 這是佛克吉的最新型的 123 沒有 那個叫做最新型的 現在還在 剛出來一燒飛 之後 12416都是用它等在等 它厲害就是 它在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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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